10月31号中国东盟国家海上联合搜救石船演练在广东湛江海域举行 这也是中国与菲律宾柬埔寨等六个东盟国家首次进行大规模海上搜救石船演练 演练模拟一艘中国籍客轮与柬埔寨籍散货船发生碰撞 造成客轮大量进水有人员落海散货船进水倾斜并伴有起火 湛江海事局接到报警后马上向广东海事局报告 随即启动一级响应并展开海上搜救工作 同时将险情向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报告 中国海上搜救中心通过中检救助热线向检方通报了险情 并协调东盟有关国家派出救助力量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演练的现场总指挥的一个指挥船上面 那么刚刚呢有落水有船员呢落水 那么现在这个直升机南海第一救救飞行队的直升机 根据这个指令到达现场之后将这个落水人员救起 最后呢转移到我们所在的这个救助指挥船上面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紧张救援 船上人员被及时转移 货轮的大火被扑灭 船舶破损部位堵漏完毕 整个演练设有海空搜救 船舶消防 水下探摩 船舶堵漏 人员转移 医疗救助等六个科目 海事 海警 救助 打捞等部门的一千余人 22艘船舶 飞机三架参加演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